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有一些朋友对于我说台湾独裁转民主是因为幸运有不同的观点 那么我在昨天那个视频发出之后 对于这件事情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考 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到了后面 其实我有一个就是自己思想博弈出来的一个反转的结果 但这不算是剧透吧 那么这个视频其实是简略的把我思考的一个过程给稍微还原了 所以呢请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这个频道呢其实大部分来讨论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非常友好的 只是他发表了一下自己不同的一个看法而已 但是呢里面这个浑水摸鱼故意捣乱的呢也有 不过呢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其实也跟我们大家添加了不小的那个笑料 而且支持我的是更多的嘛 那么就特别特别的谢谢大家的一个认可 我呢也很乐意去给其他不了解中国的朋友提供一些有趣的视角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而对于那些就是完全就是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然后也不在乎我说什么的 然后我说东他说西的那些人呢 他们已经价值观扭曲 然后把这个变态当做常态了 所以他们说那些话呢倒也是意料之中无可厚非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言归正传 我当时说台湾的民主呢是因为幸运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台湾人就啊什么都没有做 就躺着 然后纯粹就是像中彩票那样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 事实上呢我是觉得台湾人上辈子可能积德了吧 就是所以他才能有了今天 可能是一群这个被上天偏爱的这么一群人 那在中国出生的我呢就不得不说是有些羡慕的 当然了对于这一点也有很多朋友是表示非常不服的 他们就抱着一个说啊我只要我全面都起来抗议的话 就没有推不翻的政权就是这个信念 那么对待这个想法的话呢我正好看到了一个 当时八九年六四世界应该是刚发生没有多久之后的一个香港的节目 叫做今也不设防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这个倪邝老师的这一段发言 你现在用和平的方法也好 怕也好会不会用 因为它的统治阶级有一个统治阶层有一个既定的方针在里 所以香港现在将来你说我计过了 还有2944天 分分钟我们做了节目过了十一点就只有2943天 这个日子很快过的 你一定要到现在起 趁现在全香港人难做一生军事 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 避免将来必然会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现在你说国际朋友可以的 可以寻寄美国英国自由世界联合国可以帮助 因为香港是2944天之后 根本是一个大的难民人 现在香港个个人都有资格寻寄政治庇护的 因为香港人个个都支持过反革命暴动的 英国有个岛是南美洲 那个岛很大的嘛 中共得几百个居民在那里浪费了 这个岛被香港人去注定 有什么不好的 香港没必个人都喜欢去 你喜欢去的话可以去 你去两百万 去三百万香港人 过了二三十年 那个地方就有第二个香港来的 十年加了十年 十年 不去花囊啊 这样我们继续留在香港 应该做些什么呢 你留在香港 我觉得香港人继续留在香港 如果你继续争取民主 争取自由的话 很危险的了 从头到尾 何运动民运和平的 没有叫我打到共产党的口号 只是要求民主要求自由 要求反贪污 要求反官党 这样都变成反革命暴乱了 那你香港人 不几百万人去游客 大家贴标语 大家这都挂黑布 我和你今天 穿上黑色衫 这些全部都是反革命行为来的 过去几年 大家有一个还仗 以为接受共产党的统治 因为过去几年共产党有一个假象 他很进步 很开放 努力去改革 努力向中国好 结果现在的假面 就完全黏在下来 其实我现在眼光光地 看着中国的领导阶层 在选择历史 以及进行屠杀 你知道中国大陆广大人 是不是不知道 史西山卡拉一个地方 有一个人民公社的人都知道 都为什么不知道 只需要八万万人不知道 我们知道 五千万人统治谁 这个视频 其实当时让我难受的 并不是说这位老师 他对香港的 未来的预测有多么的准 他是让我想起了 就是之前 香港只示范一次的标语 就是共产党 它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就是那种你只要赶给共产党 一点留一点 就是喘息的生存空间 他们就能够炸根 然后呢 他们会在一个未来合适的时机 就新兴之火就可以燎原了 他们蛊惑人心的手段 真的太高超了 而且他们甚至可以厉害到 就是可以悄无声息的 利用很多看似反对他们的人 而且这些被利用的人 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 他们是可以做到那种 润物系无声的那种渗透的 甚至很多人他们不当回事的那个事物 在共产党的手里都可以作为一种武器 但因为大家都不在意这些被他们利用的事物的本身 那么呢 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 就是会导致大家对这些事物的这个警惕心呢 是不够的 因为觉得这下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说TikTok和小红书 现在就会被不停的这个针对也好 或者说大家有考虑把它禁掉 就是国外的这些国家 因为他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就是说 因为现在就是 媒体是很恐怖的 就是意识形态并不是一定要靠什么 中国共产党万岁啊 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种口号去宣传的 它可能会藏在一个看起来跟政治完全不相干的美食视频里 跟政治不相干的好物分享的视频里 跟这个政治完全不相干的旅游美景的视频里 它可以藏在任何一个地方 甚至是说教育宝宝的育儿的这个视频里面 它就靠这些潜移默化的力量来水利石川 去影响一个人的这个意识形态 就比方说一个美食视频 它可以拍一把食物拍的非常的好 然后价格又非常的便宜 但它并没有说是中国多好多好呀 或者你看我们在这儿过多 它就只是展现这些内容 但是就会传递给人什么信息 传递给人在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的生活 是非常舒适非常好的 那再比如说一个好物分享的视频里面 它可以去拿中国的国产和进口的商品去相比 它们不需要去诋毁外国或者是专门的表扬中国 它甚至可以很客观的去真的对比这两个商品 但是呢这两个商品是它经过精挑细选的 那么它自然就会去凸显出来中国产的看似更好 那么就又给人一种 原来中国制造的东西就是非常质量好的一个保障 可以信任的一个保障 就像中国总是宣传自己的制造业有多么多么的强大 这其实就会给大家一个印象 就好像全世界离开中国的制造就没办法生存了 这个就不用转了 世界离开它之后地球就不转了 那么再比如说之前的旅游的视频 就像是哈尔滨它的那些宣传 它就会去非常的刻意的突出了东北的正面的一个形象 但它并不是干巴巴的在那夸 但是所有人看了之后你看东北就多少人去旅游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好或者怎么样 这就是潜移默化就藏在这些视频的这些细节里面 就那种还是那句土话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对不对 而那些就是反驳以上内容 或者看出那些以上内容里面藏我猫腻的那些内容视频 如果你上传到TikTok或者是小红书上面的话 因为它跟中共想要宣传的意识形态是反面的 那么它会在中共的刻意的控制之下 你这些视频是会被疯狂陷流的 就你很难很难获取流量被人看到 那么此消彼长 大家就会觉得 原来就是这种正向的意识形态的视频 它大面积的扑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它是一个真正的事实 因为数量足够多了嘛 对不对 然后你又看不到反驳它的视频 你自然就会觉得 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真正的 每个人都这么说 那肯定就真的咯 那么你以为你看的是一个娱乐视频 甚至是一个纯粹的学习视频 但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在被中共渗透了 那么特别是说就是 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很久 然后不太了解中共的人 而这些人呢可能有一个是 只是浅浅的有一个 中共是独裁 然后呢他们就是 不会太给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时间久了 他们心里可能会被种下 那中共就算是独裁 那统治也没有很可怕啊 这样的种子 或者说 这个中共对人民什么也还挺好的 中共治理下的中国不是也很强大 生活挺舒适的吗 就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么中共呢可能就是被一些外国的 这些国家啦 这妖魔化了 那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冒出来 而这些稍微冒出来 这些小苗苗的想法呢 它都不需要去扎根在你的这个思想里面 你就不需要 它不需要把你培养成像小粉红一样 那么极端的去爱中国共产党 它只要让你有心里有这个想法就可以了 那么等到一个 它觉得该发挥作用的时间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产生一个妙用 中共真的是阴险 至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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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湾呢可以说是 首当其冲的一个位置 被它攻击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场非常艰苦的一个拉锯战 因为说就是 我觉得说相对于 武力统一台湾的话 就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渗透的话 可能会更可怕一点吧 我今天呢正好也看到了一组台湾和中共中国的历史课本的一个 就是讲同样的一件事的对比 它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都分别是什么 是大象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像是关于这个郑成功的这个人物 那么中国大陆的表述一直都说他是一个民族英雄 而台湾说他是建立了台湾第一个汉人的政权 那么关于这个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大陆认为他是农民起义 台湾就直接动乱 那么抗日战争呢 中共是中流砥柱 而台湾认为是共产党趁机做大 那么国共内战的起因呢 是蒋介石不顾人民和平愿望发动内战 台湾是国共争夺日军受降地区 而关于这个内战中共胜利 而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原因 中国大陆是因为 毛泽东思想是重要原因 台湾的表达是国民政府腐败 而中共呢获取了苏联的一个扶植 那么关于文化大革命是 中国大陆是中共在探索中走了弯路 台湾的表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那么关于六四事件 还有这个美丽岛事件和野百合学运呢 中国大陆是完全不提的 那么台湾关于这两件事呢 一个是中共派军队镇压抗议群众 一个是推动修宪 民主政治更加落实 那么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台湾相对来说 不管是跟自己有关或也好 跟自己无关也好 它都是相对很刻 相对比较客观的 那中国就是 所以呢台湾朋友们 你们学到的历史呢是这样子的 而中共中国的孩子们 学到的就是那样子的 这个影响的力量就是 是潜移默化的 它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一切呢其实都还是被中央掌握的嘛 那如果说台湾它不修改课本的话 或者是像大陆一样篡改的话 那么台湾人跟大陆人如果学的是一样的内容的话 这是不是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我查到的是在90年代 是李登辉他上台之后 教材才进行了改革对吧 因为我有看到之前台湾的教材的内容 好像对蒋介石的描述也是伟光正的 就是伟大光荣证券 说到这我就在想如果蒋经国他没有解言 然后李登辉没有改革的话 我就很难想象现在台湾会是什么样子 真的咽一把冷汗 真的咽一把冷汗 台湾人真的是很幸运啊 我真的还是要感叹这句话 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习近平 为什么 就像我之前视频里就说了 就台湾人真的是好命吧 我感觉台湾那片土地 还有那片土地的人 你们就是被赐福了的 之前其实我还特别羡慕过 就是很多台湾朋友 在我说台湾大选那期视频下面的一些留言 因为特别理直气壮的说 不管是哪个党上台 执政党只要下岗 我们随时可以让他下台 而且他们就是台湾朋友们发表的那个 说法的那个态度 就是并没有觉得说 这是什么一个特殊的权利 就是不觉得这个是特权被赐予的 或者说就是有什么不正常的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呀 然后像呼吸一样与生俱来的一个权利 那么有这个认知的话 那自然也会对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 是一清二楚的 他们都知道这个合法性是公民 台湾公民赋予的 那自然就是自己也可以随时收回 所以我是真的问台湾朋友开心 就是我回顾自己之前在中国的各种忍气吞声 我心里就酸酸的吃柠檬 话又说绕回来 就是中国人目前既没有那99%的努力 也没有那1%的一个运气 就民主就根本就是一个水中月了 碰都碰不着 我就真真是需要一个奇迹 然后呢有一位香港的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中国共产党比什么都可怕 而且现在的手段也是越来越残忍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真的明白道 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帮共产党打天下的 跟我爸爸都是 共产党的监狱不押 共产党一样押你 所以对共产党没有信心的 因为我父亲呢 不愿意跟共产党在一起合谋 去陷害其他人 我父亲是有资格的 第一也战军的 太凶残了 他自己治不了呢 就让那些武警过来 扮演这个香港警察 这社会明目张胆地打香港人 随便把香港那些年轻人 就从楼下扔下来 所以很残忍的 有的押送大陆 很残忍比文化大革命还残忍 你想呢 你这个政权呢 就根据这两个大学 8964都没有解放兵动 共产党都不敢去攻北京大学的 所以这个凶产 很狭烈的一个政权 他呢就想把这个学生就灭了吧 香港的这三代人就要去灭了 共产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有一些生命我都要出来了 香港人最成功的就是大团结 这个团结呢 就是我们香港人最有力的力量 我还说共产党就怕你团结 怕你有一股力量 凑着他 说出来的就是一样 怕你团结 他希望你们就崩化 无论你是卖葱的卖算的 从这你一个通道里 你一团结了 他就开始紧张了 我可以这么说 香港人很勇敢 这些年轻的一代 就是我们香港人的骄傲 也是我们人类的骄傲 这些大学生很聪明又斯文 他们也不会随便受贵的 就是好像 他说爱出来给钱的 根本没有钱的 你就给他平时买个汽水 他都不会去喝的 所以他们都是 抹黑这些香港的年轻人 共产党这个体制呢 很邪恶的 一定要把它推翻 全面中共呢 是我们每一个 对中共这种邪恶呢 一个最有力的口号 但是任中道理 共产党呢 香港人不让你有文化的人 知道那么多 总之你像朱一样的 不要有文化 反正我这个节目要发出去的话 因为好多人说 哎呀又怕这个怕那个 什么好怕的 反正我都到这把年纪了 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呢 我突然想起来 就是泰戈尔的 之前说的一句话 他说 运气不行 那就试试勇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